发藏菩萨 无界勤求 金钱求说之 大愿 知为众生 能真正发起 往生进土之 也愿 这话什么意思 原来 阿弥陀佛四十八年 目的是什么 目的是让你 真正听清楚 搞明白 你发愿求生 进土 知为众 慈悲到了基础 微妙到基础 殊胜到基础 让你看到四十八月 你心动了 这个地方 我一定要去 受放祝福世界 还都有确信 跟极乐世界一比 四十八月一比 四十八月圆满 其他 祝福如来的愿 是非常好 但是 但是 跟阿弥陀佛一比 有缺陷 我们要求 圆满大愿 那么这一月 这一月 求生进土 这一月 就圆满 还是 无量大愿 黄念老对话说得很好 智慧众生 能 真 实 发起 往生进土这一月 故我辈 莫失反复 底下的话是念老 劝我们的 你看 念老是 何等人物 但能 满足 此一月 介于 弥陀 大愿 相应 弥陀 大愿 下面讲的 四十八月 那么我们 怎样来修 四十八月 是不是 四十八月 每一条 每一条 我们也修 每一条 每一条 修 要费很长的时间 阿弥陀佛用了 五戒的时间 我们来 那么长的时间 我们只要应验 它四十八月 全得到了 哪一月呢 求生极乐世界 往生极乐世界 天天跟着阿弥陀佛 没有成佛 不离开阿弥陀佛 这肯定做得到的 一直到成佛 我才会离开佛 没有成佛 决定不离开佛 极乐世界 无量寿 寿命无量 这地业大佛报 有的是时间 那我们有理由相信 到极乐世界 称佛 非常可能 像慧民法寺一样 阿弥陀佛一点 你就开悟了 你就成就了 就证得无神法人了 就圆满菩提了 无比的快速 这样能不去吗 你看下面 便如一尘远海 便于弥陀大院同体 故远 即是满足 无量大院 这真的不是假的 满足这两个字 好 没有一丝毫的欠缺 这叫满足 往生极乐世界 就满足了 见到阿弥陀佛 就满足了 那何等方便 我们就看这六句 何等之解 从古起修 直去究竟 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 净土法门 这样得了吗 八万四千法门 无量法门 真的 是不可思议 是无法想象 那真方便 一句佛号 海贤老和尚 做给我们看 海庆法师 做给我们看 海贤的母亲 做给我们看 那他的母亲 是在家俱死 八十六岁往生 走得多么潇洒 多么自在 没有病苦 没有死苦 告诉大家 我走了 他就真走了 那海贤老和尚 欲知识迟 不告诉人 那为什么 他不要人 帮他促念 这个 表伐 表得非常好 做样子 给我们看 往生 自己有能力往生 何必要别人帮助 他说得很好 要别人帮助 是自己没把握 自己有把握 何必麻烦别人 对啊 我们要学他了 自己要有把握 绝不求忍住你 那么能做到 今天这一段 华念老的这个开示 注解就是开示 你真听懂了 你听明白了 你一教奉献了 你就能做到 那这是真的 不是假的 因为他是从古其修 阿弥陀佛是古 不是印的 直取究竟 就是这一句佛号念到底 一直念下去 不换题目 也不必用其他的方法来帮助 古人讲 古人讲 建宗由 正修 由 助修 正修 是念一句阿弥陀佛 助修 也是念这 一句阿弥陀佛 欧尤大师教我们的 这就是直取究竟 不可思议 减土法文 我们要真正下去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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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